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30号 比特币昨天上了7万 在很多小伙伴犹豫的时候 直接一口气拉到了73,650 咱们昨天中午预测的上方目标73,515完美达到 又吃了2000点 涨到这么高 很多小伙伴肯定都不敢追多了 那比特币还能不能继续向上呢 中途难道都不回调一下的吗 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菲罗 提到昨天中午的时候说 7万顺利突破 狗狗币不能只买不卖 前高之前有急速下跌K线 减仓一些是可以的 BTC只要在7万之上 没跌回去 7万4是大概率的 ETH依然以2800作为多空分界线 然后在今早一点他接着说 上升趋势中的盘整通道 这话说了大半年 幸好没辜负 没太大悬念 7万4是要去的 好这提阿菲罗提大的观点 相对于他认为比特币这轮上涨前高肯定会去 至少会摸一下7万4 今早离7万4只差一点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在今早一点的时候说 一切都在上行的初始阶段 因此将等待该阶段降温 并寻找进场回调机会 随后Lancel说 现在参与加密领域的大好时机 比特币正在走出大约7个月的盘整期 并几乎创下历史新高 我怎么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往往会过早的获利 因为他们会因为抓住了大行情而兴奋不已 我真的认为这是多个月的轻松模式的开始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就请系好安全带 因为这张会非常令人兴奋 我将尝试在这里发布更多更新 好 这是亚瑟和Lancel的观点 相对于Lancel的认为 比特币终于要开始轻松模式了 亚瑟认为现在要等回调机会 目前市场需要回调一下 降降温傲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风哥 他在昨天下午6点半 给了一个以太坊的做多建议 入场价格2630附近 只损2605 只赢2700 随后昨晚12点他接着说 以太坊的表现属实差劲 但只要比特币维持在高位 不走快速划门 以太坊就希望看到短期内补涨 随后在今早一点 当前价格2680获利出局70% 剩余持仓移动止损至开仓价 我们的入场位置不算低位 趋势没有拿住 只拿了日内短线 所以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但以太坊有机会补涨去前高 因此留有部分仓位 一步一步来 然后在今早8点半取舱之后 这笔订单最终只获利50点 好 这风哥的观点 从他开以太坊就可以看出来 他不太愿意去追多比特币 其实风哥的观点是对的 只要比特币维持高位震荡 不走快速划门 以太坊还有很多山寨币都会补涨 这是很聪明的一个策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他的金牌Siri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说 比特币当前主要阻力位在73900附近 这里是历史高点区域 重要支撑位在68604附近 这是前一天的价值虚言低点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支撑区域在69800附近 这是前一天的控制点 CB不建议在当前高位追多 因为接近历史高点 没有明确的止损位置 做多的话等到回调到68604附近 用30分钟图表观察翻转信号 等待下一个30分钟K线开盘确认 在确认后在进场做多 不建议开空 当前市场处于强势 在历史高点附近做空风险较大 建议等明确的弱势信号出现 对于比特币的整体看法偏向乐观 市场显示出多个强热信号 没有出现市场结构破坏 价格维持在区间上方运行 建议等回调之后再进场 需要关注市场结构变化 使用VWAP作为参考 好的Daniel团队的观点 总结一下就是他不建议追多 因为现在高位追多的话 没有好的止损 做空也不太合适 好的开单机会是等回调 这个观点跟亚瑟重叠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均涨 他在昨天上午10点半的时候说 突破7万1 多单止损上1到6万9千9百 TURPO重新设止损0.0088 随后他让大家继续持有 止损上1到0.0092 所以在昨晚6点半他接着分析 TURPO如果打到止损的话 就不再碰这个币了 太妖了 TURPO这个币今早跌到了0.0092 确实很妖 不过这单军长也没亏哦 然后在今早6点他分析 不要做空 昨天突破7万1十已经确认黄色路线 第一目标在8万上方 第二目标在11万上方 现货或超低杠杆 当现货拿到目前可以布局 上面这些都可以 自行挑选喜欢的上即可 目前这些币都还没怎么涨 都在等大饼突破新高 他说就是这几个币 三个动物园一个名文 FLOK大家还记得吗 今年4月非常非常腰的币 好这军长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比特币下个目标是8万 如果能非常强势的话 有可能走到11万四去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军长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币圈所长 他在昨天上午给了一个SUI的空单 以太坊2611的空单 随后把以太坊的空单取消了 然后SUI受了保本损 结果打保本了 然后在昨晚10点的时候他说 比特币接下来关键点在72900 如果72900还能突破 那么就钱高了 小二级别阴线直接反包上来 SNK今天最起码是个保护 第一位置到了 WIF可以关注一下 回调2.46到2.5买现货 目标2.6 2.7 2.8 然后在今早起床之后他接着说 10月30号 比特币这个三浪基本上已经冲起来了 少找合适的山寨币买 D&T今天收盘以后 限价1.16你少买一点 1.14到1.1你再买点 目标1.2 1.315 1.38 1.5 1.68 买现货别GY 要不你别买 IOTX 0.0406到0.0393买点现货 目标0.0446 0.05273 0.05777 FLKI美国大选 马斯克战队狗狗币涨了 这个币少买一点试试吧 看能不能突破三条形 突破的话就会有一波行情 0.00014附近买点就行 或者求稳等突破 目标0.00017 0.000198 CYBR2这个币 3.15到3.05买点 这个币这种形态如果真的能突破 涨幅肯定是有 那就看他能不能蓄力出去了 目标3.7 4.6 5.2 7.2 然后所长带他爸去做未进了 好之币圈所长的观点 相对于他认为今早这波突破非常强势 第三浪应该快走完了 有可能要回调一下 回调的时候就最后的上车机会 要埋伏这些山寨臂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狙击手VB 有的博主喜欢做多 有的博主左右横跳 但是VB姐无疑是最大的空头 他做空做了理直气壮 有里有据令人信服 看了这么多军观点 我们来看一下空军头子 他在昨天上午10点半说 比特币更新 7万2是看跌的最后一根线 如果流动性没有扫过这一水平 我们将在6万9看涨 将在下一个4小时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2点再次更新 所以在昨晚10点半他说 正如昨天提到的 高于EQ的高点流动性是我们的门槛 如果收盘价高于EQH 我们就看涨 目前这里是M1QH 是峰值阻力位 这也是我们在B1处进行多头交易的原因 所以在今早8点他接着分析 每日收盘更新 对于波动交易者来说 4小时1小时没有看跌 所以预计看涨势头将持续到下一个流动水平 7万5附近 对于现货交易者来说 我们必须再等待三天 等待周线和月线收盘 看看是突破而来假突破 以便在下一个区间买入 目前看来是突破 对于日类交易者来说 考虑到明天是礼拜三 我们将在7万1到7万1500处 平仓API3的空头和任何空头 并开始做多 建议做WIF 好这是VB的观点 这个日线下上趋势线提大已经花了好久了是吧 现在VB也不打算做空了 只想做多 多军太强势了 他认为下一个目标是7万5附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诚哥 诚哥在昨天上午11点半 给了一个比特币7万1的多单 以太坊2607做多 随后昨天下午3点 两笔多单设置成本保护 把止损移动到成本价附近 随后比特币一处发宝本 然后下午6点半 以太坊指引出局 实时价格2635 然后在昨晚10点他说 本周能不能到7万6美元附近 关系到接下来行情是否是真的 接下来三天时间 关键时刻 好这诚哥的观点 相当于他跟VB的看法是一样的 未来三天非常关键 我认为如果要去7万5 8万的话 未来三天应该是最后的上车机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诚哥的策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科普多具有金牌分之韭菜水饺 他在昨晚10点的时候说 比特币如果参考清算图 这波拉升有望挑战7万4到7万4千5 不过因为日子假日拉盘 底下在67500附近是留有缺口的 周五有非农失业率等数据公布 本周较大波动应该出现在周五 我想也会是比特币直播上涨 真假突破的关键日 好 韭菜水饺的观点同样重叠 未来三天非常关键 真突破而假突破 如果是假突破的话就要回调了 真突破的话也望去7万4到7万5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韭菜水饺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波浪理论刘玉东 他的今早9点半时候说 纳斯达克最后一个创新高 最近有几大科技股的激报和大选 目标19217接近中 好 美股就这样慢慢的向上挪动 虽然走得很慢 但是还是向上的 只要纳斯达克能稳住 比特币就能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 2024年10月30号日线图 目标73,515顺利实现 仍然是两个可能性 一 从49,000开始为比浪反弹 然后C浪下跌开始新的上涨 二 从红点57,493开始新的上涨 昨天是一的示意图 今天是二的示意图 新的上涨会到114,000或以上 只要不跌破绿色区间的69,517 认为会继续涨 跌破则警惕回撤 好 这里有大的观点 非常简单 非常明了 继续维持在69,500之上就能继续上涨 有机会涨到114,000 但如果这样看的话 从这里回撤是不是太早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东哥的观点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装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 装上跌回71,000 就会把大分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最高4M 空军量能最高1.3M 忽略不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装图 目前价格附近跟昨天一样 都在做多 没人做空哦 这坨长长多军的爆装围在67,000附近 量能达到了6.3M 俺的个清凉哦 这个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我都不想说啥了 勇士受我一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OPTI跟比特币反过来了 都在做空 没人开多 这根长长空军的爆装围在2660附近 量能有2.1M 以太坊全局爆装图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都在做多 但是量能不大 最高只有1.8M忽略不计 总体上看 就是大家不太看好以太币 今天的恐惧贪婪指示为77 贪婪 还差3点就极度贪婪 加油哦 总而来讲 这么多人开多 狗装还有三天震荡洗盘的时间 我觉得可以在礼拜五之前 从今天开始寻找开单机会 现货的话等回调再接 一旦周五确定了真突破的话 比特币会迅速拉升到75,000去 这三天就会是最后的上车机会 小伙伴们注意把握 不要8万11万了 到时候再来垂胸顿足哦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时事爆弹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